那么下面咱去讲 接下来咱们要给大家讲解的支点 就牵扯到和程序多多少少的相关了 因为咱们说过了 网络通信直白的讲 就是让我的程序上的数据 和你电脑上的这个程序资料数据进行共享 那么接下来咱肯定是找 往这个编写代码的这个方向去走 咱们如果接下来想要写代码 想要完成网络功能 告诉大家最核心最原始实现网络功能的方式 就是用什么呢 socket通信 所谓的socket怎么读啊 socket啊 你可别读成s o c k e t 如果你是面试的话 有人问你会用那个socket 就说哦 s o c k e t啊 会用 出去吧 这就是这个效果了 socket socket翻译过来啊 称之为套接字 socket翻译过来称之为套接字 那么真正的汉语翻译过来 其实就是插口 就是那个什么了 自拍的就是插牌 这么说理解了吗 就是插口插牌 他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啊 咱们有了socket之后 你接下来就可以完完全全 直接通信了 不用关心里边是怎么做的 想要用socket 知道吗 它的流程很简单 我问一个问题 看大家还是不还记得啊 想要往文件里边写个东西 那大体流程是怎么的 文件 打开读写 关闭 是不是翻译啊 open 打开也行 创建型随你了 打开 接下来write read读写 接下来close是不是关闭了吧 同理你想用socket 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先创建 然后再用读写 然后再关了 流程和咱们之前用网络 是一样的 用网络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socket的一个大体的 使用方式 第一步 创建一个套接的 创建套接的方式 怎么创建 首先导入socket的模块 socket的模块里边有个socket东西 这个要么是类 要么就是函数 过一会的时候咱们用help查一下 才知道到底是函数 还是一个类的 它的返回值是一个对象 那么你猜猜猜猜 这个哥们是一个函数 还是一个类啊 类 其实是一个类 那么这个哥们 创建一个套接的 它的返回值 就是咱们想要的套接的 你接下来通过这个套接的 你收发数据 就完成网络功能了 你不想用的时候呢 你可漏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和咱们用这个文件 流程是不是差不太多了吧 基本上是一个流程 那么至于这里边写的是什么 过一会的时候 我相信再跟你讲 那么使用方式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关键一点是 这个socket的 你可以完成网络通信 它是在哪些地方有应用的 今天你所见到的 所有的网络程序 里边百分之百用了socket 百分之百的 因为在Linux里边 Unix里边 Windows里边 Mac里边 一个程序享有网络功能 百分之百用socket 因为只有通过它 才能实现网络功能 那么socket 像微信 默默 微博 全部都有 甚至像这些聊天工具 见没见过 这个图标知道吧 MSN好像在中国 是不是已经挂了 是吧 这个叫什么信呢 叫飞信 这个什么中国移动 整的 是吧 后来其实也挂了 有一些东西我也没见过 用都没用过 好了 那像浏览器 见过这些浏览器了吧 输到了浏览器 把你的电脑上的 用来抢票的浏览器 留的 除了这个之外 全散掉 不要有了 有那些浏览器干什么呢 一看别人 就把你的形象拉低了 你懂吧 来 比方小东哥 我这个地方有个东西 你帮我看一下 我说行 你打开浏览器 我咱们对一种 你打开了一个叫什么 猎豹浏览器 你打开了一个叫什么的 澳游 或者打开了叫百度浏览器 别用这些浏览器 他们有什么用 他们说 那我用的挺好用 行啊 我不是说让你强制 只是说 如果你要是用了 这两个浏览器 你就高达上了 不用这两个 那都比较low 就那么简单 高达上了 高达上在哪呢 不仅是用来装的 因为真正的有用处 特别是咱们搞开发的 因为咱们以后 要用到的爬虫 直白的讲 分析一个网站的数 其实就是用这个东西 我想把你的网站的数 你扒下来 其实就是用到谷歌 要么火火 非常好用 开发的一般用这两个 百度就不要用了 是吧 那百度浏览器 我告诉你 这个他默认的干啥 基本上猜懂的猜得出来 百度会收集你的信息 你浏览了什么 什么时候浏览的 你先浏览的裙子 后浏览的上衣 后浏览的这个发钱 后浏览的这个美容 这个一些化妆品 他都有收集 收集完之后 传到百度 百度接下来给你推广告 你懂吗 你说用这个东西干啥 信息被泄露 你的隐私被泄露 万一你要是买了个娃娃呢 有可能在里面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这百度就不要用了 我又没说什么 我说了个不娃娃 我忘了说 稍写了个不 来咱们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言为之意 OK了 可以了 什么是重点啊 Socket 是一种用来完成 网络通信的 必备的东西 这么说理解了吧 OK 这也是稍写的 在今天的所有的 网络程序里面 QQ啊 微信 某某这些东西 全部都有 浏览器里面都有 在线播放器 全部都有 所以说 会了Socket 自白的讲 你接下来编写的程序 你就可以完成 网络功能 而且Socket 这个流程 你基本上会了之后呢 你以后再换一种 编程语言 我比如假如说 现在咱们学的是Pyton 对吧 人往高处 谁往低处流 未来干个五年六年之后 如果你想成为个架构师的话 架构师不仅要回Pyton 还会其他语 那有人说 东哥 现在没事 我成为架构师干什么 我只说一句 架构师的工资 有可能是你半年的工资 一个月的工资 是你半年的工资 可以了吗 谁都想忘了懂 一个月将近十万块钱 一年百十来万 很正常的架构师 一年百十来万 那有人说 东哥 我想成为一个架构师 可以 先把这个梦想设定好 每个五年六年 不行 到那个时候 你自然而然的 去学其他语言 百分之百都会 什么叫架构师 Python会 C会 C加加会 MySQL会 Redis会 MangaDB会 什么架构会 优化会 什么都会 懂了 什么都会 所以说 当你学完一个Socket之后 自白的讲 Socket的这个流程 它是在不同的语言当中 基本流程是一样的 懂了吧 流程基本上是这样 先创建 再用收发 再关闭 流程是一样 在流程是一样 那么在这个位置 接下来咱就说了 Socket 在这里边这几个参数 分别表示什么含义 咱们不是说了网络 有UDP和TCP吗 那么在这里边 就应该设定好 你创建出来的网络 是用来TCP通信的 还是UDP通信的 好了 想要完成一个 UDP的通信方式 或者是完成一个 TCP的通信方式 那么你在这两个参数里面 设定就行了 第一个参数 是你的协议族 协议族 简然而言之 咱怎么理解的 就是你不是要用IPVS吗 这个地方你写个东西 来标记 你是用了IPVS的就行了 那么后面再写个类型 你是用来标记 是TCP的呢 还是UDP就可以了 就简然而言之 这么来讲 第一个参数是固定的 因为咱们都是用了IPVS 第二个参数 你想要完成创建UDP的 就写某一个 你想要创建TCP的 就写另外一个 这么说理解了吧 两大类 两大类 写第一个判入 如果你导入模块 是直接import到的 那么接下来 咱们是不是就用 这个socket的底 什么socket的底 什么了通道 是这样用 如果你是fromsocket import的新花弄了 请问将来咱们前面 还需要写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底吧 就不消了 那么如果你是这么导的 接下来写呢 socket的afinet 那么它就表示的是IPVS的协议 这个写固定的 表示了咱们是用的IPVS的 那么第二个写上的是这个模块里边的sock stream 那么这个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呢 TCP 这个翻译stream就是流 而且这几个是大小 这几个是大小 不能变成小小小 否则错误 你今天咱们不是学的什么UDP系统吗 所以说socket基本是固定的 第一个写afinet 第二个写socket dgram dgram im写这个 只要这个哥们不出错 没有异常产生 那么它的返回值就是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咱们称之为套接的对象 这个对象里边可以通过点什么 点什么点什么完成收发数据 懂我的意思了吧 就这么流程一创建二使用什么时候不用了关了完了 就这么道理 好了socket的基本上简单的使用方式咱就刷了 对吗 想要真正明白socket的使用 那自白的讲咱们肯定是不是要写个程序来试验一把了吧 好了接下来咱们的方向啊写一个程序咱们试验试验的怎么用 稍后